我最想做的東西就是種花 我最想參加金銀的足球比賽 我想沒有哮喘 那我就可以種花、跑步、踢球和養貓仔 其實一個有哮喘的兒童 如果他的哮喘控制得好的話 就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樣 可以享受到正常的學校生活 但是當然有幾樣東西要留意 在學校如果有很多塵 例如地毯、很多煤菌 或者是冷氣機的塵 就盡量少一點接觸 另外一方面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也有機會有輕微的發作 所以如果他們攜帶著那些救急的藥物 例如氣管舒張劑 是以鼻不時之需 另外 老師應該盡量鼓勵有哮喘的學童 去做多些運動 特別是應該明白 學童的哮喘應對計劃 從而知道怎樣去處理一個哮喘病法 另外一方面 體育老師應該特別要留意 因為很多時候 有一小撮的哮喘病人 會是運動誘發他的病徵 另外一方面 學生應該做的 就是如果他們有什麼病徵 也要告訴老師 各位老師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關於正確處理哮喘病法的方法 可以聯絡香港哮喘會 或者遊覽他們的網站 或者參加他們定期講座的活動 和索取相關的資料